記者沛山 你剛剛有提到第九條當中 依法可動資的 其中有一個第五項 你說正當理由 包含人事費或是修善費 那因為現在國民黨也在說 關於他們一些退休金的這個費用 就是黨公職這個退休金的問題 這有沒有可能在包含在正當理由裡面呢 我們發言人大概有點 第一次大家緊張包含一下 這個大家手上有沒有政黨及護水族 不當取得參與 第九條第一項正當理由及許可要件辦法 有沒有那個許可要件辦法的草案 那可能麻煩看一下 第二條的正當理由跟許可的事由 我大概說明一下 委員會的意思就是說 有關 有關政黨護水組織為了支付他職雇員的薪資 或者受託管理人的報酬 或者是為了支付日常所需要的水電費 電話費 書報費 影音費 紙張及其他日常所需開銷等等的這個費用呢 雖然是屬於政黨護水組織 所必要的費用及開支 但是呢委員會認為這個部分應該要由政黨護水組織 以這個第五條第一項所除外的那個 就是合法取得的那個部分來做支出 也就是說合法取得的部分就是指 黨費 政治現金及政黨補助費 那除此之外呢 不可以將已經被推定為不當取得的財產來支付 相關的人事費用及水電電話費 電報費等等的 這些必要的開銷這樣子 所以如果您問的問題就是說 假設某個政黨他要拿來支付薪資 或者是退休金等等的話 那委員會的意見是認為只限於 沒有被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的部分 也就是屬於一定要以黨費 政治現金 政黨補助款來去支援 超過這個以外 不屬於政黨理由 也不再被認定可以許可的範圍之內 是這樣 除非你真的可以去證明是為了增進公共利益 或者避免減損該菜單價值的先有處分是必要的話 那這個部分再申請到本會來申請許可 但原則上是不被允許 作為說是履行法定義務或政黨理由 原則上不可以這樣子 主委 副主委 你好 我是風傳媒記者林上座 請教一下 因為最近趙鋒機的事情 現在已經導致說有一些金融機構 已經開始對國民黨 還有一些他們的中央投資開始抽贏根了 我想了解就是說現在針對中央投資也好 或這些相關的賦水組織也好 它現在必須償還銀行的本席的部分 接下來到底允不允許 中國國民黨透過黨產的處分方式去指引本席 還是說這部分的話 必須要是要再跟委員會這邊做協商 中央投資公司的部分 我們剛剛發言人提到 就是我們在10月7號要進行聽證 那在這個之前 在這個之前 依照這個條例的第九條的第四項的規定的話 屬於被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 而被禁止處分的部分 如果他是對他人有金錢債權的話 他要向債務人通知 要通知債務人是向清場地的法院提存所 清場地的法院提存所來辦理清場提存 這句話講白話一點意思就是說 假設中央投資公司有任何 如果他是屬於國民黨所被認定的 這一個他自己申報他是他的黨員事業 那在被認定是戶水組織的情況之下 他的這個他對於國民黨本身應該要支付的 任何的比如說基於股東的股息 要支付的這個部分不能夠再支付了 他應該要向清場地的法院提存所來辦理清場提存 那至於中央投資公司本身現在的這個財務狀況 我們一方面要進行調查 一方面也透過這一個聽證的程序來加以釐清這樣 發言人主委你好我是中天的姨姿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你們 因為你們這次有把那個條例都印出來 那第十一條裡面有說到就是 委員有廣泛的調查權 那我想要問延續上次的問題 我想要問說委員既然要查不當黨產 那是不是應該要受高道德標準來檢視 條怎麼樣規定 十一條這邊規定就是委員 就是要查黨產有不廣泛的調查權嗎 對 對 那既然委員要查不當黨產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要有高道德標準來檢視 我們就是依照十一條的調查規定會來進行調查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因為上次有問到 就是羅成宗先生跟明哲偉先生這兩個人 其實就是查黨產的資格有備受質疑嗎 那因為外界因為社會大眾用高道德標準來看 這兩個委員的查黨產的資格 我想本會所有的委員來進行相關的一個調查資料 一定要依法來作業 所以我們今天也訂了這麼多的一個不管是聽證 調查程序的一個進行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這個都是在拘束 不管是未來是我們本會的委員 或者本會的工作同仁 在進行調查這個相關事項的一個規定 好 以上 不好意思 我三立記者佩山 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們原本就是送這個立法院當時 說這個獎金 獎勵的辦法 可能最少要上限是五千萬 那一億的理由是什麼呢 現在就是 對對對 我們想了解一下 好奇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關於這個預算書上面 那個當時不當當產主帝委員送去的明年度預算書的 這個人員編制的這個費用 有被外界質疑說那個五千五百五十二萬 好像有太高了 因為人員只有二十六人 那還是說可以先幫我們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題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人事費到底是怎麼樣編列的 因為現在大家外界質疑說 約聘人十八個人 這個年薪呢一千五百八十四萬 一個人約聘庫就是七點三萬 這合理嗎 好 我先說明一下 剛剛我有特別說明 在講到獎勵的部分 獎勵的部分大概參考兩個要項 第一個就是過去在處理拉法業界 國防部所編列獎金就是一億 那第二個我也特別提到了 其實我們在編列這個獎金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參考了德國當初在處理的一些經驗 他們編列的是五百萬的馬克 那折合台幣大概就五千多萬了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們才會說以議員來做我們獎金的上限 這個是跟這位記者來說明一下 那至於這上個星期 媒體一直在講我們會裡面的同仁的薪水的問題 我想這邊也跟各位媒體朋友來做個說明 我們本會的一個編制 除了主委以外 那有18位的騙任人員 那其他的大概都是從相關單位去借調的 那在預算書裡面有講到的 兩千七百多萬的一個人事費用 當然除了主委的薪水以外 還有我們借調的一些主管的加級 還有18位的騙任人員裡面 包含了我們有三位的專任的人員 專任的委員包含我 那目前已經有兩位到任 還有一位還沒有 還有兩位到任 還有一位還沒有到任 那除此之外 應該有15位的聘任人員 那目前15位聘任人員有部分到任 部分也未到任 那15位的聘任人員 其實都是依照聘用人員任用條例的規定來續薪 那分值等薪水有不同 大概是都在3萬多 4萬5萬這樣的 4、5萬有沒有3萬多的 4、5萬 好像有我鏡像中有一個3萬多的 就是依照他的行政院給我們合的編制表 然後下去續薪 所以用整的偷偷去計算 其實當然預算在編列 有預算編列的規定 他有稍微多 會稍微多估了一些 那並不是我們同仁所領的薪水 在這邊也一定跟大家做個說明 我是鍾石建成 但是也要看他提供的 市政的重要性 然後由本會 尋預算程序來合法 好不好 獎金的部分要不要扣稅這件事情 你也問到我了 但是可能要問一下阻計 應該是要吧 有所得就應該要繳稅 可能是要繳吧 第一個就是說 聽證會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去認定一個覆水組織 到底是不是覆水組織 那代理說 他還沒在認定之前 他是不是有權力處分他的財產 就我法律上的理解來說明的話 他是只要是已經依照第五條 第一項被推定的就是禁止處分 那所以他既然禁止處分的狀態之下 他縱使是還沒有被認定為覆水組織 但他就應該要在被推定的這一個 可能的這個前提之下 他要去理解他可能的處分行為 可能會無效 因為依照那個條例的第九條的第五項規定 政黨覆水組織或其所有管理 微卵第一項規定是處分行為 會不生效力 所以就這個戶水組織 有一些是要經過認定 或者是說應該都要經過認定 但原則上他依照第五條 第一項被推定為不當取得的財產 是自本條例公布自治期 是就禁止處分 並不是從被認定開始禁止處分的 那這個地方當然是涉及到說 在中投這一塊 因為國民黨在財務的報表上面已經公開揭露 中投及新議台是他們的黨營事業 是他們的黨營事業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中投跟新議台的一個任何的處分行為 是不是應該要注意到這一個本條例的相關的規定 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進一步透過聽證的程序來加以認定 剛才有說就是歡迎民眾來檢舉 那因為早上的時候有遇到民眾要來投書 但是好像就是不知道要去五樓還是在一樓都沒有人要來接待他 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會接受民眾的檢舉 好 謝謝 因為我們今天開了第一次委員會議 那剛剛也提到我們的工作同仁 大概今天全部通通在委員會議的現場 那有一些同仁還沒有到任 所以今天如果有民眾要來投書 我想我在這邊也代表本會來致歉 那未來如果有民眾要來投書 我們在我們的一樓的服務台上面 我們有同仁在那邊值班 然後會接受民眾的陳述啦 這個部分 謝謝 各位您好 我是民視的王佩文 因為那個國民黨那邊已經提出了所謂連環套的釋憲的一個申請 那我們這邊的作業是不是不會被他們這個釋憲案所影響到 那會怎麼去拚應 那為他們這個釋憲案有下一步的話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處理 我想國民黨他們會提釋憲 或者是進一步在本會做成相關的處分 或者是任何的作為都會提起相關的救濟 這個都是國民黨他們的權利 所以我們會予以尊重 但是不會影響本會依照這個本條例所呼籲的職權 所應該進行的任何的調查的行動及聽證的程序